要说目前的游戏手柄哪个体验好 那非PS5手柄莫属 不接受反驳 但是PS5手柄只有在游戏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得出来 那怎么看支不支撑呢 我们先看目前最火的黑神话悟空 支持振动功能 我们再换一个 这是使命召唤21 它写的是支持振动功能和扳机效果 再看潜水员戴夫 它的PS5版本也是支持振动功能和扳机效果 再看战神5 它支持振动功能和扳机效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 PS5手柄主要有两大特色 一个是振动反馈 另一个是自适应扳机 那这两个效果具体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PS5手柄的振动反馈 虽然它也是振动 但是它是那种模拟振动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用PS5手柄开潜水艇 它是一个振动效果 但是如果被上面的石头砸了一下 它又是另外一种振动效果 这两个振动效果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绝对不是说劲大劲小的区别 它不仅能模拟开车 打拳 摔跟斗 拔钉子 拔刀 收刀 入鞘 等等等等 这种很细微的振动效果 它都能表现得出来 这是Xbox的手柄 它的手柄也是有振动的 而且它的振动效果 劲还挺大的 但是它的振动只有一种效果 只不过有大小之分 我插上给大家看一下 各位注意听 它这是转子马达 在这两个手把的位置 通过马达旋转 产生的这种振动效果 这个PS5手柄 它的振动 它不像劲那么大 或者说现在不需要劲那么大 它更多的是这种触觉反馈 就是手放在它上面 会有一定的感受 触摸感觉 其实这种振动反馈 在NS Pro手柄上也有 它这个叫HD振动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振的 它已经振了 但是只有手摸上去 才能感受得到 是那种很细微的振动 而不是像这种 像拖拉机一样的振动 好接下来我们说PS5手柄的 自适应扳机 L2和R2 左2右2 因为它这两个键 它是有级别的 但是像这个R1R1 它这个就是0和1 按一下就有 没按就没有 像这些按键也都是0和1的关系 但是这个L2跟R2 还有这个左右摇杆 它们都是有级别的 一般什么游戏才有呢 需要拉弓的游戏 射箭的游戏 这个L2用于拉弓 拉弓拉到极致之后 再按R2 把这个键射出去 在默认情况下 PS5手柄的L2和R2 它是没有阻力的 但是在游戏里 这个L2 R2是有阻力的 是按不下去的 得用点力才能按下去 你看我的手 这就是它的自适应扳机 就像抠动扳机一样 然后是触摸板 触摸板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看下一个 这个就是六轴陀螺仪 又叫体感瞄准 在使用召唤19和20里面 可以用这种体感瞄准 那怎么瞄准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为什么叫六轴托螺仪 它怎么个六轴 首先是上下 也就是在游戏里面 抬头向下看 抬头向下看 然后是水平情况下的左右 向左看 向右看 向左看 向右看 上下看 然后是侧翻 这个开飞机的时候容易用 就这么六轴 上下左右 左右侧翻 一共六轴 可惜的是 支持体感瞄准的游戏不多 对于玩射击游戏来说 不论是用右摇杆来瞄准 还是用体感来瞄准 都得练习 练好了 是能快速的指哪打哪的 好 最后说一下它这个麦克风 PS5手柄又有麦克风 又有扬声器 麦克风就是在这个点 看图 就这个点 扬声器就是上面这几个点 这还有一个灯 我们可以按一下 把这个麦克风关掉 保护隐私 按一下 它就开了 这个麦克风在哪用呢 主要是用于联网对战 这个语音通话 虽然音质不算太好 但是也能听得清 延时也不错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玩宇宙机器人 很多游戏的时候 手柄都会发声 有时候声音还很大 它里面也有一个小声卡 好了 以上就是PS5手柄好 好在哪的全部那种 给没有PS5或者想买PS5的小白同学普及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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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